所以這場飯局 也不是誰邀請誰 說真的比較像是 柯文哲去拜會所謂的賴清德 現場沒有人坐三十一杯板凳 結果這段話 柯文哲在媒體裡面 只要提到賴清德 他都會講說賴清德 坐三分之一板凳 這件事情從北上到高鐵 我坐在柯文哲旁邊 他就開始形塑一個形象跟我講 一見面賴清德 他就開始在跟賴清德 做所謂性格上的差異比較 他在內心裡面 已經開始在鋪排一個戲 這個戲叫做賴清德 是一個很ㄍㄧㄥ的人 柯文哲的年輕選標 正在崩盤傘中 而且不斷的往賴清德去跑 這樣的一個趨勢 他必須透過一個故事 來跟大家講說 我跟你性格上面的差異 我用貶抑賴清德的方式 來墊高自己 我阿伯是可愛的 但是我要講 你講這個故事 剛好呈現了 為什麼現在年輕人 不喜歡你的很重要原因 你跟賴清德性格上面的重要差異 一個叫做規矩 一個叫做不守規矩 你是一個吃沒吃相 讚沒讚相 連參加雙十國慶 打哈欠都不遮嘴的人 柯文哲就是一個不斷說謊去貶抑別人 去墊高自己的人 柯文哲在情樂侯友宜 劈腿郭台銘 分化國民黨 這兩個委員會 其實在給國民黨其他人 不是侯友宜 說我們可以來談 怎麼去分官封決 重點是誰去拿這把刀 侯友宜拿這把刀才有資格分 侯友宜沒有去答應你們 我柯文哲會贏 而且讓給你侯友宜不會贏的時候 我柯文哲可以拿這把刀切東切西 趙商康就馬上呼應了 說柯文哲做正的 侯友宜做行政院長 國民黨來組閣 就可以分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分裂 國民黨一個策略 在說謊 對 現場歷史照片 金牌鈴站在這裡 因為大家都看 照片是他拍的嘛 對不對 這一張是另外一張 因為有拍到我 所以特別拿這一張 你畫紅圈圈那個人是 金牌鈴 照相技術不會那麼差 不會那麼糊 要幫金牌鈴成金 他是在這邊 所以大家看金牌鈴 然後這邊應該有一個人 拿手機 所以照到我了 所以王定宇叫我出來面對 一定是我安排的 那個是賀民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出來打 那個相關單位 還有蔡逸宇 蔡逸宇 那個呢 現場沒有人坐三分之一板凳 唯一沒有板凳做的叫張逸宇 因為我要跑進跑出 所以我出來面對還要罰站 出面負責 出面負責在這裡 蔡逸宇也沒有 蔡逸宇 王定宇 他們屁股那麼大 怎麼可能做三分之一板凳 所以不可能做三分之一板凳 你這射擊人生空氣 沒有 這兩個我好兄弟 為什麼找這兩個 我要特別強調這兩個 其實也是柯文哲的推手 當初所謂的二階段的 在民進黨那邊 禮讓柯文哲的二階段民調 他們兩個同時是中執委 他們在裡面幫忙運籌圍 讓柯文哲可以當選 所以這場飯局 也不是誰邀請誰 說真的比較像是柯文哲去拜會 所謂的賴清德 但是他是當選台北市長 因為我們就 因為葉密那時候沒有職位 所以在台南市居住 我們請葉密作東 說不要說誰拜訪誰 用幕僚作業一定是這樣子 就說那葉密作東 你邀請賴清德也一起來 那兩邊就相見歡 因為賴清德那一年 是七十幾趴當選台南市長 就是全台灣最高的嘛 而且他連任四年了嘛 對於相關的市政當然是熟悉嘛 柯文哲剛當選 他是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八號 冬天 二零一五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二 剛當選沒多久 你去請議人家市政是正常的 而且我們幕僚作業非常謹慎 說不要說誰拜訪誰 我們就在葉密這邊 來大家做東 葉密就葉菊蘭了 葉菊蘭 葉菊蘭我們都在叫葉密做個總統府 秘書長 葉菊蘭好朋友 葉菊蘭也很熱心 就說好我來邀請 所以這場為什麼要出來負責 因為我對不起太多人了 包含葉菊蘭 都被因為這件事情被扯出來 到底有沒有坐三分之一板凳 所以現場沒有人坐三分之一板凳 結果這段話 柯文哲在媒體裡面 只要提到賴清德 他都會講說賴清德坐三分之一板凳 這件事情從北上到高鐵 我坐在柯文哲旁邊 他就開始形塑一個形象跟我講 跟我講的說賴清德坐三分之一板凳 所以他這個謊話的梗撲了這麼多年 2015年就撲梗撲到現在 一見面賴清德 他就開始在跟賴清德做 所謂性格上的差異比較 他在內心裡面 已經開始在鋪排一個戲 這個戲叫做賴清德 是一個很鯨的人 大熱天一月 不是大熱天一月還穿西裝打領帶 還做三分之一板凳 為什麼要做三分之一板凳 三分之一板凳就有高低的差異 上下的差異 就是賴清德面對柯文哲 是要做三分之一板凳了 第二個他形作叫性格上面的差異 賴清德是一個很鯨的人 我伯伯很可愛 他要切割 你這樣描述 這個人好可怕 心機太重了 他才在民進黨權力協助之下 剛當選臺北市長 就已經開始在算計 沒錯 所以他最近又拿這件事情出來講 當然也是選舉的考慮 但是選舉考慮就是要把賴清德定位成 性格定位成就是老藍男 就是老綠男 就是說你是老的 我的年輕票就不會跑到賴清德這邊 這也是同時呈現了一點 柯文哲雖然說我明天好像高 他為什麼要講這件事 柯文哲的年輕選票 正在崩盤傘中 崩盤中 而且不斷地往賴清德去跑 這樣的一個趨勢 他必須透過一個故事 來跟大家講說 我跟你性格上面的差異 我用貶抑賴清德的方式 來墊高自己 我阿伯是可愛的 但是我要講 你講這個故事 剛好呈現了為什麼現在年輕人 不喜歡你的很重要原因 你跟賴清德性格上面的 重要差異 一個叫做規矩 一個叫做不守規矩 你是一個吃沒吃相 站沒站相 連參加雙十國慶 打哈欠都不遮嘴的人 你這樣人未來怎麼當選 台灣總統之後 你如何代表國家的一個 體面的門面嘛 所以年輕人也開始在 檢視柯文哲 所以你越講這個故事 只不過凸顯你內心裡面的自卑 為什麼賴清德可以風度優雅 而你柯文哲連在國慶典禮裡面 都可以打哈欠不遮裂 這個就是他要行錯的形象 但是行錯的形象失敗 之後又被打臉說謊 然後他現在只能說推說 我只是開個玩笑 所以柯文哲就是一個不斷說謊 去貶抑別人 去墊高自己的人 我要講的是說 柯文哲在勤勒侯友宜劈腿郭台銘 分化國民黨 那侯友宜知道啊 所以侯友宜說我們切豬嘛 要切得大塊 扭一些緊扭的 對 所以他整個的局勢 這兩個委員會 其實在給國民黨其他人 不是侯友宜說 我們可以來談 怎麼去分官封決嘛 重點是誰去拿這把刀嘛 侯友宜拿這把刀才有資格分啊 侯友宜沒有去答應你們 我柯文哲會贏 而且讓給你侯友宜不會贏的時候 我柯文哲可以拿這把刀 切東切西 切給你們這非嘛 所以趙上康就馬上呼應了 說柯文哲做正的啊 侯友宜做行政院長 國民黨來組閣啊 就可以分啊 這個就是所謂的分裂 國民黨一個策略嘛 柯文哲的目的 都是為了所謂最後一分手的理由 是誰嘛 所以他講說 你看我還是有誠意的 要開這兩個文會 所以分手的理由 你是你國民黨 二就是我可以給你們東西 侯友宜不會給你們東西 三就是郭台銘是另外一個 所謂分手理由的最大關鍵嘛 兩個前情人互相指責 國民黨罵的時候 那個才夠力 聲音才會大聲 都是因為你國民黨不想合作 才把郭台銘趕出去 才把柯文哲趕出去